John是一个年轻人,有着追逐梦想的热情和目标 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音乐家 然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竞争对手和困难 仅仅有好的音乐天赋似乎还不够 在一个音乐比赛中,John碰到了一位非常优秀的对手 虽然他们表演的曲目和风格都不同 但这个对手的表演太精彩了 让John感到沮丧和无助 他不知道自己要怎么才能够胜过这位对手 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足够的才华和天赋 然而,他并没有放弃 他认真地反思自己的表演 寻找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 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努力地进行改进 尽管这样做是很辛苦的 但John知道,这是他追逐梦想的必要路程 可是,挑战的困难并没有结束 在一次面试中 John发现,自己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竞争对手 这个对手不仅有着非常出色的演奏技巧和表现力 而且还有一些其他的优势 比如他的人脉和背景 他想到,对手的获胜似乎是注定的 然而,John没有放弃 他没有气馁,也没有灰心 相反,他更加奋发努力 投入更多的心思和精力来准备这次面试 他知道自己也许不如对手那样幸运 但他并不会让自己被这个事实打败 在面试过程中,John发挥得非常出色 他的演奏技巧 音乐表现力和自信都展现得淋漓尽致 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次面试居然成功了 今天的John已经变成了一位非常成功的音乐家 他告诉我们,要想追逐自己的梦想 需要有勇气和坚定的决心 只有这样,才能够面对时时刻刻的挑战和困难 并在这个社会中发挥出一份属于自己的价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